要充70%的投票率 甚至我們有看到賴清德 現在已經全台灣走到第10圈了 從各種掃街拜票也包含了這個大型造勢 其實全台灣已經繞了將近第10圈了 我們看到最後的最後 我們在最後的這個所謂的選前之夜 我們也是要指導侯友宜的本命區 也就是新北市 所以我們這個造勢其實我們看到這幾天啊 不管是在屏東高雄甚至在新北 人都站出來了 那11月1號呢會在 1月11號會在凱道舉行大造勢 民進黨在12號的選前之夜會在這個新北市 會在那個板橋第二運動場會進行相關的造勢大會 那我們來回顧一下我們過去的國會席次好了 我們看到在2008年那一年是民進黨的最低谷 我們看到國民黨的席次有81席 民進黨剩下27席 哇這個是完全一個非常大的差距 這個國會裡面是藍大於綠 是一個完全的多數 那我們看到在2012年的立委席次上面 那國民黨少了一些有64席 民進黨成長到40席 那在2016年的時候那是太陽花學運以後的第一次選舉 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回到了國會的多數 有68席 國民黨剩下35席 在2020上次的選舉裡面 民進黨拿下61席 國民黨有38席的席次 那另外民眾黨跟時代力量也分別都有席次 台灣也有一席 那這次的立委選舉的變化呢 就會決定國會的生態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非凡 國會生態的改變未來如果我們沒有辦法獲得多數 不管是跟別人結盟的多數或我們單獨過半 我們未來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會有非常多的影響 我先講第一個我最擔憂的情況 國民黨現在在這個很多 其實也不只國民黨 應該說在野黨在過去一段時間 他們的一個主要的論述都說 民進黨一黨獨大 但是你仔細看 其實台灣做一個民主社會 我們看不只是這個中央層級的選舉 包括地方層級的選舉 是 現在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有多少個 現在國民黨地方執政的縣市 如果再加上這個無黨籍的 金門跟這個苗栗 那甚至再加上你說民眾黨的新竹 他南瓜了大概17、18個地方執政縣市 那民進黨其實才在地方執政 目前只有五個縣市 那這些國民黨的地方執政縣市 他們有一個共同點 過去一段時間他們都是主張 這個要跟中國恢復交流 那所謂恢復交流 當然是在中國設定的這個政治原則 跟前提底下 一個中國的原則就二共識 那你也看到在這個中國限制我們的 包括說取消ECFA部分的這個關稅優惠 在懲罰台灣的時候 部分的這個國民黨地方執政縣市首長 其實跳出來是呼應了這個中國的論述 那主張台灣應該要積極的 民進黨政府應該積極與中國 進行對話跟談判 那在過去這個農產品被禁止的時候 你也看到特定的這個執政縣市首長 國民黨執政縣市首長 包括台東 在鳳梨世家被禁的時候 這個他也到對岸去 以接受九二共識 接受一個中國來恢復跟中國的這個 這個農產品的往來 那中國在這陣子也同意了 就是恢復了我們這個部分農產品的這個輸出 到中國去 那這是地方執政縣市 未來如果在國會裡面是國民黨 加上民眾黨過半的話 我覺得我最擔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國會裡面會不會有各式各樣的立法委員 主張要恢復跟中國的談判交流 而且率團率隊到中國去進行交流 甚至以國會 國會是台灣民意最高殿堂 以國會之名去跟對岸做政治交流 所以韓國瑜如果當立法院長 他就會帶著他的國會議員 那些國民黨的 或甚至是民眾黨一起到中國去 不知道談什麼對不對 立法會議 這是我最擔心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如果國民黨加民眾黨過半 第二件我擔心的事情 是韓國瑜真的成為立法院長 韓國瑜成為立法院長 這是什麼樣的意義 就是無從我之前其實公開說過的 韓國瑜他有好幾個第一名 現在是國民黨的部分區的第一名 他還有另外兩個第一名 他是第一位被高雄市民用選票 高於他得票數罷免的這個縣市首長 第三個第一名 我認為是最嚇人的第一名 是台灣過去政壇上面 沒有人敢走進 公然走進香港中聯辦 韓國瑜在剛當選的高雄市長 不到半年之內 剛就職不到半年 他就以高雄市長的身份 走進去香港中聯辦 他當時如日中間 其實批評他的人比例還沒那麼高呢 是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連國際媒體都化染 因為第一個是香港那時候才 我們才剛發生這個 2019年的1月份 習近平剛講出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3月份他就率隊到香港去 進行所謂的這個經貿的交流 然後說要跟這個香港 恢復經貿交流 做更多這個經貿上的這個往來 這是在2019年 所以才幾年前 短短幾年的時間 這是令人很擔心的事情 未來如果他成為國會議長 我們在重要的這個 他就是 他當國會的議長等於是 最高民意機關的這個代表 各國世界各國的國會議長 包括佩洛西來台的時候 佩洛西也是某種程度上 他是 他雖然不是美國總統 但是他是美國眾議院的議長 第三把手對不對 對 第三把手 也就是說總統 副總統 因故不能逝世的時候 第三把手是國會議長 當然台灣的體制 跟美國體制不一樣 我們中間還有行政院長 但是這個國會等於是 最高民意殿堂 在所有民主國家都是如此 最高民意殿堂 在世界上面各國 會代表台灣人民的意志 就算我們選出了總統 假設是賴清德 蕭美琴 但是你的國會 民意的多數機關 是國民黨跟民眾黨把持 在韓國瑜當立法院長的情境底下 他會不會帶更多人去中國攤 任何各式各樣的協議 不管是經貿的 還是其他政治上的協議 這是我擔心的第二件事情 是 第三件事情我最擔心的 其實是 我們有非常多 這八年下來 通過的各式各樣的預算 從建設國家的前瞻基礎建設 從照顧人民的這個社會福利政策 包括長照預算 育兒津貼 然後我們給年輕人租金補貼 建設宅等等 這些種種的預算 都在我們長年編列的 每年的預算裡面 那未來在國會假設事 國民黨多數的行程 他其實不用太多太高明的技術 他只需要每天杯葛你這些事情 只要舉手表決 是 舉手表決 你這四年或是用這個暗海 就是各式各樣的議案幾千個 我們曾經發生過 2016年到2020年這之間 甚至到在這一屆政府 2020年到2024年之間 我們經歷過多少次 國民黨用暗海來杯葛 所以我們的委員 必須睡在立法院裡面 然後不斷的像機器人一樣 按表決鈴 然後那個時候的小黨 在野黨就在批評說 你看你們都是橡皮圖章 都只會按這個按鈕 但實際上狀況是什麼 實際上狀況是 國民黨用暗海在杯葛你 沒有辦法解決這些暗海 他無法去表決真正重要的提案對不對 沒錯 那更不用講說 你的國安跟國防的軍事機密 跟重要的國防預算 我們的潛艦預算 當年在阿扁執政的實習 賴清德副總統的那個影片 當初他當立委 那個影片非常有名 大家都看過 他那個在立院裡面 跟國民黨對罵的那個影片 其實背景是 國民黨在程序委員會 還不是真的在實質討論的時候 是在程序委員會就杯葛你69次 連程序都不讓你進去 根本沒有實質討論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很多人都說沒有啊 因為我們國會當然有監督的職責 國會有監督職責 這我完全同意 但是國會的監督職責 在國民黨當年的表現是 我連進到程序 我都不讓你討論 那你更不用講實質上的這個 這個法案的推進 根本不用講 連程序都排不進去 這是我最擔心的第三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講 國民黨如果過半 或國民黨加民眾黨過半 接下來很有可能狀況是 真的政府會空轉 因為你的預算沒辦法通過 法案沒辦法通過 你的施政沒辦法通過 然後你的各項要執行的工作 沒辦法進行 你的預算被卡關 被凍結 你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空有總統跟行政院 我們恐怕還是沒有辦法讓 國家的施政在軌道上面 哇 真的很可怕 空轉四年 台灣會倒退十年啊 對 我有一個監督的問題 是 常常有人講說 立法院可以監督政府 可是馬文君的事件 他利用他的質詢權 利用他調閱資料的權限 他把機密洩漏給外國人 韓國媒體已經有報導了 對 我在做立委的時候 那是90年 九幾年的時候 我在做立委的時候 曾經提過一個案子 叫做 情治監督及機密保護法 或者叫條例 是因為我們中華民國當時 機密沒有任何的規範 情治沒有任何的監督 沒有監督就會濫權 全世界的民主道理都是如此 可是濫用監督 因為沒有監督制度 一個國家的行政 有分機密行政跟一般行政 太多機密行政 每個國家 美國也有機密東西啊 情報工作有很多很多機密 軍艦這些這些都是機密 包括現在那個商業機密 有很多商業機密 政府也要保護啊 沒有這樣子好好的設計 然後立法委員就用一個 一般監督行政的權力 濫用到他什麼資料都可以要 哪個國家可以允許國家的機密 你透過這樣子的議員 就要來了 就到外面去散播 所以他要有個特別監督的設計 將來如果國民黨再有多數 那你想想看 他們的濫用監督權力 可以到什麼程度 他什麼都可以要啊 他什麼都可以洩漏啊 更重要的是 你什麼都可以要 然後如果後面 今天沒有一個大的危險的中國 那其實也就罷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最多就是你自己圖利吧 你把機密拿來圖自己的利益 你可能會去搞一些機密了 可是後面如果有中國會怎麼樣 美國如果賣東西給我們 然後他那個東西是很有機密的 他都不敢亂賣了 因為那很先進的東西 他萬一被一個機密 被後面的人給知道了 那他的發展的全部就落空了嘛 是啊 完全都沒有了 沒有人敢來幫忙了 所以那個機密的保護 是一個國家發展很重要 尤其在外交 外交也有機密 國防也有機密 都有機密 這一點必須要 這一次如果院長就換人 然後多數就換人 我都不能想像立法院未來 會干擾行政到什麼程度 這個的確選民要思考到的 是 韓國媒體講得很清楚 他說這個潛艦泄密案 見指親中立委 這個韓國的SI負責人 有發這個聲明 他說SI在台工作 從未將任何韓國潛艦機密資料 洩漏給台灣任何單位 SI對於台灣的國防委員 將台灣的機密資料 送到韓國調查單位 造成巨大影響 深感遺憾 哇 這個親中立委 大家應該都非常清楚 就是馬文軍 哇 他利用這個方式 把這個台灣的 這個潛艦的資料 偷偷的交給了韓國的調查單位 讓他們被接受調查 真的是非常過分 讓台灣的潛艦發展 可能會受到阻礙 但是 你可不可以接受到 這些內容 也會發展 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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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要求 你可不可以接受 可不可以接受 感谢观看